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万代IC柴富龙珠系列 弗丽萨 复活版 取出内包 配件量还是不少的 最幸福的是 弗丽萨居然辅送了支架 刚拆出主体时没有安装尾巴 而尾巴则辅送了一长一短两根 选择站立用的这根安插上去 装上尾巴后重心会有点靠后 需要调整一下 既然来自复活的剧场版 选择的自然是弗丽萨最终的变身形态 纯白的全身加上电镀色的点缀 非常漂亮 背后看上去尾巴卷曲的也很自然 替换表情方面 辅送的是两颗枕头 简单的向上插拔头部即可完成替换 默认的尖笑表情 咬牙切齿的表情 生气怒吼的表情 虽然只有三个表情 但都很传神 还辅送了抱肩膀的替换手臂 向下拔下原油手臂 对齐两边插栓 安装抱肩膀手臂 龙珠世界中性格高傲的人都喜欢抱着肩膀 由于是复活剧场版的弗丽萨 还辅送了这样一个光圈 头顶有孔洞 安插进去即可 我个人是慢化控 所以对于这个形态也不是很来感 佛丽萨的可动性 头部360度旋转无压力 左右摆头的幅度也相当不错 低头的幅度相当惊人 抬头的幅度稍嫌一般 手臂平举甚至超过90度 360度转动也是小轻松 肩膀根部是个球形关节 对可动有进一步提升 肘部是双关节 屈肘幅度也相当不错 手腕的外摆和内收也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腰部可360度旋转 腹部盖板有小幅的上下可动 这对向前俯身有一定帮助 而后仰角度就更加的惊人 胸部没有上拉关节 但也有小幅度可动 腿部前踢可抬平 后摆就相当一般了 大腿根部有下拉关节 所以双腿侧披还不错 膝盖弯曲超过90度 脚掌接地的幅度相当惊人 脚掌前后摆幅更是夸张 尾巴有一个上下摆动关节 而且转动关节是两段 这样尾巴就可以摆向任何位置 最大的遗憾就是大腿平转非常有限 这款弗力萨的可动性已经很不错 但我觉得其实还可以更好 手型辅送量并不大 而且多是常规手型 值得注意的是 下方这两个伸直的右手并不相同 而这对弯曲的脚掌和这条大长尾巴 是留给浮空形态使用的 还辅送有这么长的一根光束特效件 将特效件下方的孔洞插接在支架上 再配合伸出食指的右手 就可以摆出弗力萨发出穿透光波的造型 另外还辅送有这样一个光球的特效件 先将透明的环固在手腕上 再安插好对应的手型 还记得弗力萨出这招的时候 悟空是出哪招应对的吗 另外长款的尾巴尖还有一段转动关节 甚至这段关节是可以拔掉的 这样的话 摆出尾巴被元气弹炸断的造型也成为可能 那么请出黑放悟空担任嘉宾 摆一组互动看看 弗力萨对付十倍戒王拳的悟空 简直游刃有余 最夸张的是仅用单手 就接下了二十倍戒王拳的龟派气功 不过这一下也是真的把它打疼了 可动人偶最好玩的地方 就在于可以摆出各种互动 这里我就不再多摆 就当做抛砖引玉吧